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泵芯是通过叶片旋转来保持叶压平衡 叶压叶片泵由泵芯、进口盖板、轴、排出泵体组成 泵芯是被完全包含在一个泵体里面 泵芯主要由以下部件组成 两个弯曲侧板、一个转子、进口支撑板、出口支撑板、叶片及其附属件 椭圆凸轮定子 今天我们将要更换叶压叶片泵的泵芯 用一把虎钳固定泵 我们先做好标记在盖板和排出泵体 由此确保更换泵芯以后跟之前安装保持一致 首先移掉进口盖板螺栓 使盖板和泵体分开 移走盖板O形圈 拔出泵芯 安装新的泵芯之前 检查轴和轴承 必须确保这两个部件处于完好状态 一边取出旧的泵芯 一边安装好新的泵芯 确认好叶片旋转方向保持一致 泵芯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可以检查两个位置 一种方法是检查突轮定子 第二种方法是观看转子上叶片的摩擦方向 如果更换好的泵芯旋转方向是错误的 则需要重新反向安装 我们放置了一个新的O形圈在排出支撑板上 最后在安装进口盖板之前 我们在进口盖板处安装了新的O形圈 确保进口支撑板上削排列整齐 记住在拆卸过程中按照做的标记来进行 这款修好的叶片泵是用的CTP泵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